明天下午中超联赛第15轮将会全面开战 刚刚在主场击败了山东鲁能的玉林军又将在客场面对青岛中能 对于这个对手相信很多球迷都非常清楚 国安队在进入中超时代以来对青岛队在战绩上并不占优势 而这一次斯塔诺期待球队能够改变历史 下午3点半国安全队来到了青岛中能的主场天太体育场 由于球队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 因此今天的训练主要以恢复为主 而主教练斯塔诺甚至没有安排任何的战术演练环节 在主场赢完山东的比赛以后 我们又来到了青岛马上打这场比赛 因为中间隔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队员们尽快的恢复 好在上场比赛完了以后队员们的身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没有大的伤病 我们期待在这同样打好一场比赛 保持我们这一段的上升势头 我们上一场主场赢完以后来到青岛打客场 需要去继续证明我们的一个上升的走势 也就是说打好比赛赢得比分 当然了我知道青岛这个队呢防守很好 所以呢这场比赛不会很容易 会比较复杂 只要我们打好就会有好的成绩吧 我们要尽可能的挣分回去 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都提到了球队刚刚经历的那场胜利 很显然能够击败竞敌山东鲁能 让球队格外的开心 不过尽管如此 塞尔维亚主帅还是明确的表示 对待青岛中能 球队并不能掉以轻心 我因为接手了他的阿尔滨队 所以肯定对他是 不管是为人那种 作为教练 还是作为一个计算处上 还是有所了解吧 特别是他在青岛应该说 第一次在青岛当教练 第二次这一次来青岛当教练 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一个人能够在同一个地方 获得两次成功 这种经历本身就让人觉得值得尊重吧 的确自从张外龙 执教青岛队以来 球队的防守反击战术打得得心应手 而他所提倡的七秒战术 更是让中超朱强十分的头疼 对于这一点 斯塔诺自然是铭记于心 同时上个赛季正是斯塔诺 接过了韩国主帅的教编 执掌大连阿尔滨 因此斯塔诺与张外龙 也算是颇有缘分了 青岛这个队确实是防守特别好 他们今年到现在为止 联赛里面丢球最少的 应该说防守密集 防守做得稳当的同时 反击又很犀利 所以我们要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防住他们的反击 同时又能够破密集 当然了我也希望他们因为在赌场打 可能会改变一下这种打法 因为毕竟赌场的要求就是还要攻出来一些 体育频道记者青岛报道